謝謝 我們現在今天會有四個大師 一直加藝 到底會更加熱大學 然後就跟你們 跟你們加大什麼電話 休息 然後 最後 你們就完成了 請進去 各位對賓 午安 午安 歡迎您的麗芸 在此請代表主辦單位 向遠道而來的嘉賓們 表示誠摯的歡迎與敬意 我是靖心 很榮幸 在這美好的下午 與您共同參與 這古典藝術的饗宴 藝術需要傳承 需要欣賞 更需要大眾的支持與鼓勵 在座的都是社會的精英 都能感受到藝術帶給我們的美好 在今天這個作品展中 我們能欣賞到 台灣鄉土畫家 何文綺大師的水彩 油畫等作品 細緻的描繪台灣鄉土之美 陳景榮大師的作品 畫面都呈現低彩度的濃郁色調 風格 細膩 寧靜 卻又能展現 超現實的意境 可說是台灣超現實主義的先驅 對台灣藝術教育美學實踐 有卓越貢獻的台灣藝術大學 黃光門前校長的水墨 歲月幽幽畫畫養心的警戒儒匠 前景政署副署長 蔡俊章博士的水墨 台花窯助管藝術家李秀芳老師的彩詞之美 台灣古典音樂推手 也是國際獅子會 在001萬區前總監張兆榮醫師的書法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許忠文前理事長的油畫 昌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沈正前前戲主任的工筆山水畫 台南大學哪是一連會 楊齊芳會長的水彩油畫 台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 也是榮獲奇美獎的藝術家 齊連老師的油畫 支持台灣古典藝術基礎教育連展發起人 也是嘉鴻鋼鐵林鴻滿前董事長的攝影 屏東大學視覺藝術系 碩士班 也是雲林縣地 鳥松藝術高中 傑出校友林靜豪的古典油畫 以及國家之遙 台華遙提供工藝品 除了以上等等的靜太展之外 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 支持台灣古典藝術基礎教育連展 第二個百福作品巡迴展的感恩活動中 還有古典音樂的動態展出 透過文化與藝術教育 希望能讓在場的每一位嘉賓 感受到古典藝術之美 自從我們的小提琴家 劉雲竹老師在高雄會舞營演出 即2月7日嘉義場拍幕演出後 受到許多來賓的熱烈迴響 所以今天的動態展 將以音樂演出為主 讓各位來賓感受雲竹老師 美好動聽的琴聲 阿里山之歌有名高山青 是少數兩岸都在傳唱的歌曲 在2016年 神韻交響樂團 以東西合併的交響樂形式 重新演繹這一首經典歌曲 賦予作品新的生命力 並將這首歌曲帶上世界的舞台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今天 劉雲竹老師 將用她美好的琴聲 在嘉義這個阿里山坐落的地方 帶給各位貴賓 阿里山之歌的美好 請欣賞劉雲竹老師演奏的 阿里山之歌片段 阿里山之歌曲 阿里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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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orescent絲 阿里山之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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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雲珠老師的演奏